谁愿意当一辈子韭菜呢 你以为苹果只赚你一台手机的钱 其实它是要赚你所有花销的钱 你在手机上的每一次交易 都有可能是在给苹果交税 有网友发现 自己的每次打车都比朋友贵 同样的目的地同样的车型同样的时间 苹果总是要比安卓贵一点 还有网友表示 和朋友出去旅游订酒店 同一家同一个房间同一个订酒店软件 朋友苹果手机509一万 我安卓手机489一万 更为直接的是冲斗币 安卓一块钱十个 苹果一块钱七个 果粉惊呼 天呐 这是真的吗 你们安卓的真的一块钱十斗币吗 天杀的我就说怎么会只有七个斗币 网友科普 冷知识 苹果手机只要不是它自家软件 都有30%的苹果税 安卓网友调谈 用苹果的在乎那点小钱吗 用苹果的哪个不是有钱人 谁在乎那几个钢棒 但是谁愿意当一辈子韭菜呢 我宁愿一次性被割 也不愿意被割一辈子 好好好 割把苹果揣心里 苹果把哥揣勾里 还有网友说 我老婆用苹果手机给我发100红包 点开只有70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老婆给你发的就是70 去 哈哈哈哈